好 接下来看到这情形可能太扯了 这是殡葬业者为了抢生意 居然争夺发生车祸的亡者尸体 来看到呢 日前在高雄县骑山医院的太平间 就上演了殡葬业者抢生意的戏码 而且他们甚至对记者匡称 他们是认识死者 或是他们是死者的同乡 甚至非常了解他们 当然后来证实都是谎话连篇 救护车站着一句句车祸死亡的大体 在粉红上衣的殡葬业者陪同下 暂时安置在太平间 但是死亡家属还没到 反倒是嗅觉灵敏的其他业者风吻而来 我是烂人 我不知道他名字 那你们在知他吗 认识 他们是去阿里玩啊 他们是一家人吗 跟那个后面的一样的嘛 一样的啊 在那边车祸的 对 在那边车祸 他们是邻居还是邻居 对对邻居 都是邻居 对王者的背景 这位殡葬业者一知半解 嘴里却匡称是认识的同乡 都是美容人 我叫他来带你 都是美容人 没有 我不知道 后面的我不知道 前面的我们知道了 那我知道那前面的 事实上车祸丧生的 根本不是业者所说的同乡 他们也不是出游 连篇的谎话以及干扰 让救护车司机跟一起送来的殡葬业 很不适滋味 有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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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有 没有 没有 他有在这边 检查官的那位 他没人 他才不知道要送送去 他 他要是要求救生命 对 应该是 当家属为不幸 罹难亲人 哀痛的背后 殡葬业却是上演同行 抢生意的戏码 让人看得就像伤口撒盐的 恶度伤害一般 中心新闻王家庆祭健亨 孙颖玉高雄八达